今天上午长沙市区突然是传来了几声枪响 两名歹徒在吃枪抢劫之后开车疯狂地在市区逃窜 被三辆警车围追堵截困在了路面上 两名歹徒赋予晚恩抗开枪与民警对射情况是万分的危急 歹徒汽车逃离两条警犬从后方追击 趁歹徒换手枪弹夹的空隙迅速咬住歹徒左手扑倒制服 一名歹徒持枪抢劫了三楼的房东 四路民警通过警车云梯徒手攀爬 随时速箭来推出手段 同时展开抓捕 虽然演练只进行了短短一个多小时 可狙击手摆布穿扬 紧用越野车飘移拦截等平时难得一见的实战技能 在省公安厅联合长沙市公安局举行的 规范执法紧开放周上 让三百多名长沙市民零距离过了拔眼 这些特种装备展示了一些 我们在以前在电视上看的业务东西 路面的工作位置特别高 对他们产生一种尊重 直接受到的保护还有安全感